赛道狂速登赛车队Speed and Racing by Hub Auto 媒体发布会正式开始 各位现场长官贵宾日升国际赛事林天华执行长 中华赛车会杨光荣执行长 以及赛道狂空谷集团张哲伟执行长 以及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赛道狂速登赛车队正式成立的 媒体发布会也感谢大家今日不容前来共商胜举 赛车运动在这几年来在各界的热情参与和关注之下 逐渐的受到了大众的重视 无论是国内自行举办的众多的赛事 或者是组队参与海外所举办的各项国际赛事 都能够看见蓬勃发展的赛车运动趋势 也相信未来在大家共同的努力和持续的推广之下 将会掀起一股不容小觑的赛车运动风潮 那由赛道狂冠名赞助的速登赛车队是委托 拥有非常非常丰富国际赛事经验的哈勃汽车 负责了我们相关的赛事的营运以及整体车队的后勤服务 那么除了这些比照国际正规车队的经营流程之外呢 我们更积极的参与国内国外的各项赛事 并且推动赛道驾驶学院来培育培养国内一级的赛车选手 那我们不仅参与赛事我们举办赛事 更对于车手的养成投注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 朝着国际赛车运动的舞台来共同迈进 那这通常讲到这时候是不是现场要来给予我们一点掌声呢 好的那么在正式的活动开始之前呢 先让我们一头来欣赏一段速登车队的介绍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I broke so many bones I'm bad as bad can be So bad that it's hard to believe What they say about me I'm bad as bad can be So bad that it's hard to believe What they say about me I'm bad 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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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 Take a look at your seat So bad that it's hard to believe I don't care what they say about me I'm bad as bad as bad can be So so bad I'm bad as bad as bad can be 我看完這段影片 大家是不是都已經熱血沸騰了起來呢 這段影片紀錄了 我們車隊好手們在國內國外賽車場上的英姿 也讓我們感受到了滿滿賽車運動的熱情 當然從軟體和議題上 我們必須同步的來提升台灣整體的賽車文化 這也是我們共同的任務 因此速登車隊繼續自己可以在賽車的領域當中 擔任重要的角色並且肩負起至關重要的任務 還帶領國內的賽車文化 持續地向上提升提高台灣選手在國際舞台上面的能見度 以及讓我們車手的好表現能夠被世界所看見 那麼首先就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速登車隊成立的重要推手之一 也就是我們日升國際賽事執行長林天華 林醫師機長 上台和我們大家說幾句話 我都習慣叫楊會長 其實是楊執行長 中華賽車會楊執行長 幫好我們賽道狂的張執行長 幫好我們車手 以及現場的嘉賓朋友及媒體 辛苦了 大家午安 我是日升國際賽車 執行長林天華 其實很興奮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非常熱愛賽車運動的人 那因為疫情的時間呢 我回到台灣 我就想說是不是我們能夠在台灣呢 透過車隊的力量呢 讓全世界有機會看到我們台灣 這麼美麗這麼厲害的一個地方 我們都知道賽汽車 應該這麼說 說好那個工業革命呢 帶領了人類向前進步 那汽車的這個產業呢 又在工業革命裡面是一個重要的一個地位 那賽車呢 更是去推動汽車產業向前進的一個重要的推手 那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台灣在汽車後備市場 也就是汽車的連配件市場 在全球 台灣如果說是第二名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沒有道理在這個領域裡面缺席 那我們能做的事呢 就是我們利用賽車 利用我們自己的技術 利用我們自己的零件 將結果呈現出來 給全世界人看到 也就是我們助登車的成立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再來呢 我們非常感謝中華賽車會的楊執行長 在這麼多年的一個努力不懈的這樣子的一個付出 將台灣的賽車慢慢的著重 台灣的賽車運動 賽車文化慢慢的著重 慢慢的發展 所以說呢 會長 您辛苦了 從今天開始呢 由我們在做您的左右手 我們繼續一起向您推進 接下來我們除了有車隊之外 我們很快的就會有我們的賽車的學校 只要您開著自己的車 都有機會成為賽車手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今天賽車車隊的成立 也透過在做這麼多的媒體 這麼多的朋友 將所謂的真正的賽車運動 跟賽車文化 甚至整個賽車產業 告訴全世界 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 再次謝謝執行長 這上國際賽事成立於2019年 主要呢 就是策劃我們台灣汽車賽事的活動 那麼成立之初呢 就在我們高雄的一般公路上 首次舉辦了TSDR 道路直線加速賽 堅持盡最大的努力 創造最好的賽事活動 建立我們台灣賽車文化的標竿 我們再次的感謝執行長所帶領的團隊 那麼緊接著呢 是不是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中華賽車會 楊光榮楊執行長上台來 請大家收集計畫 歡迎指新長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在這裡跟大家見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因為我們看到一個 一個車隊的成立 而這個車隊的成立不是 普通的一個成立的方式 它不是指了為了去玩賽車而成立 而是他們有一個背後有一個理想 他們想為賽車運動做出一些的貢獻 有他們的理念 有他們的經驗 有他們後面一個理想在支撐 那我覺得在開始接觸他們的時候呢 在沒有成立以前 他們就跟我們多次的溝通 把他們的理念跟我們分享 我覺得賽車這條路 我覺得賽車運動這條路不容易走 它有很多的客觀的因素 有主觀的因素 那最主要的我感覺的是一個 熱情以及資源 要這兩個東西都有 才能把這個事情退起來 沒有熱情這個事情走不遠 沒有資源是走不動的 而我們看到那個蘇貞車隊 從幾次接觸裡面 我覺得他們都具備了這兩個的必要的要素 那他們也很清楚了 八年的定位很清楚 他們就是一個車隊 用他們做一個榜樣來參與 國內 國外的比賽 under FIA 國際主席的 Andera 那這是一個很明瞭解的一個形式 而他們要做的 不擔心比賽 還要做能力 推廣 每一個層的地步道 所以他嚴格來說 他不只是一個車隊的身份 是一個我們說他是一個 應該說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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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跟中華賽車會 我們是一般人的是情侵 一個 國家賽車會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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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我們什麼就要做 在台灣賽車預算出席的時候 我們從 呃 舉辦比賽 規訓 教育 然後甚至沒有成員 我們又 tier個賽系場來做 那 đó 不了 但是我們憑着大家的熱情 走到今天 我們看到 這個 运动慢慢的茁壮 虽然我们的环境并不是如我们这么理想 我们的社会对赛车运动的很多的偏见 我们政府对赛车的固解不了解 其实都是有待克服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真的成了比较正向的一个发展 慢慢还是在茁壮 虽然我们没有一天的起飞 但是它是一步step by step的 慢慢朝着扩大的这个情况来进行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的看到 像苏东车队这个站起来 他们把他们的理想 跟他们落实在他们的行动里面 不是只有讲话 而是落实在他们的行动当中 我们乐见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出现 带着我们一起来共同合力 把台湾的赛车运动 不但在台湾做起来 还要走到国外去 而他们的背景不单是有国际的背景 也有些中国大陆 做的赛车的经验的背景 加上台湾本土的 结合起来 我们要的是走出我们台湾的特色 或者是台湾屠有的赛车文化 因为赛车文化是不能移植的 它必须更落实在在地上才有可能 多长生长发芽 那我们看到苏正车队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再只先恭喜他们 苏正车队有非常漂亮的明天 谢谢大家 谢谢 这次谢谢执行长 真的要推动这样子的一个赛车文化 真的是需要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一起的来努力 那我们中华赛车会是国际汽车联盟 以及国际摩托车联盟 唯一认可能够代表台湾 加盟国际组织的这样的一个赛车运动团队 更是我们中华奥会认可呢 台湾地区唯一的赛车运动单向协会 再次感谢中华赛车会一级以来 对于我们台湾赛车环境的扶植和鼓励 那我刚刚在后台 我听到这个两位执行长 林执行长跟杨执行长在聊天 杨执行长特别有说到 赛车这件事情 光是要靠有兴趣的人来支持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赛车运动除了需要热情来支持之外 也需要大环境同步的支持与协助 感谢这一次冠名赞助的赛车狂控股集团 也谢谢他们为车队投注的心理 那这边是不是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让我们来欢迎赛车狂控股集团张哲伟执行长 上台来和大家说起句话 欢迎 哈喽大家好 那个 我是赛车狂的执行长张哲伟 叫赛车 那今天很荣幸邀请到这个杨会长 各位长官嘉宾朋友们 到场来支持我们这个赛道狂车队的职业赛的这个发表会 那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目前的现况 就是我们车主充电站是全台最大的这个赛道狂的主办方 那 这个 我们 也会 将来也会跟这个日盛 公司合作 然后还有台湾 最 最有名的 汽车 的车业 哈勃汽车 作为我们强而有力的后盾 那主要 接下来主要是我们 在这个发展上面呢 我们会有 参加这个国际的赛事 今年的夏季与秋季的赛事我们都会积极的参与 那在训练选手的部分我们有这个训练学院 然后我们会积极的推广更好的训练团队训练环境 让大家有 就是让选手有更好的发挥 那我跟我的partner们 就是也积极的在跟国际的这个 这个团队在接下 那我希望我们能够 越来越深耕发展 对 那 我们的赛车学院我们也会重重挑选 这个态度 比较好 态度 然后品德 技术 体能 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选手 来加以训练磨练 那因为我本身是国家队的选手退球 所以在训练的这一块我可能会 比较加强 那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计划 有非常的多 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执行 那 我们将会在这个 各个媒体跟平台上面 来发布我们的计划 那今天就不单位大家的时间 那 谢谢各位长官嘉宾的利益 谢谢 谢谢 感谢执行长 对车队的投注与付出 一个车队的行程 完整的营运方针 以及专业后勤团队 就其实是像我们身体当中的各个器官 需要紧密的合作跟默契的搭配 那么有了一百分的硬体 我们也需要一百分的软件 一个优秀的车队 车手就像是贯穿全身的血液 那么车手的养成呢 更是我们重要的一环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正式的来介绍 我们赛道狂速登车队的两位主角 也请稍后介绍到的优秀车手们 起身向大家挥手之意 首先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让我们来欢迎职业赛车手 季方拳 季老师 欢迎 欢迎身手季方拳 相信各位对他都不陌生到过去 常年旅居在澳洲的他有了超过 十年以上的赛车比赛经验 从卡丁车 房车到正统的GT赛事 都曾经看过他的身影 再次的欢迎老师 紧接着让我们来欢迎 职业赛车手苏彦明 苏老师 苏彦明在将近十年的赛车生养当中 同样拥有了非常丰富国内外的比赛经验 也再次感谢您的加入 再次欢迎两位优秀的赛车手 也请大家持续的期待 两位在未来精湛的表现 那么在今天呢 其实还有一个亮点彩蛋要带给大家 稍早有提到 其实赛车运动的车手养成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培育优秀的赛车选手 也是创造这个产业 具有未来性的一个关键 为了能够大力的推广 我们台湾的赛车运动 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 驾驶学院培训学员陈俊福 共同参与之后 车队的各项赛事 也欢迎您的加入 好的 那么再除了优秀的车手之外 在场上奔驰的车子 就是我们车队的灵魂所在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行 今天最重要最重要的揭幕仪式 那这边呢我们是不是来 邀请我们日盛国际赛事 林天华执行长 来请移驾到我们 这个揭幕队上的右手边好吗 车子的右手边 对 那紧接着要来 欢迎我们下车狂空母体团 张哲伟执行长 也请您移驾来到我们城市的左手边 好 那也请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 可以尽量移驾往前方 稍微靠近一点 那也请台上的贵宾呢 在我们倒数之后 一起为我们来揭开车队灵魂的面纱 也请现场和各位媒体朋友们 以及现场所有的参与的来宾朋友们 一同跟我们倒数 3 2 1 赛道旁速攻车队正式成立 再次来感谢这么多的资源投注 在我们赛车运动上 那是否请两位贵宾 来跟着我们这个车队的灵魂 一起看向前方的摄影师 好嘞 请看向我们右前方的摄影师 来 右前方 好 同样也照顾一下 我们左前方的摄影师 好 那两位长官是不是 来帮我们比个赞 好不好 帮我们比个赞 速登车队 赞 来 看向前方摄影师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邀请我们 在座与会的所有的长官贵宾 来一起来加入我们这个大合照 来邀请我们的中华赛车会 好 也请我们三位优秀的车手 一同来加入我们 好 来 请看向前方的摄影师 那我们拍照是不是可以拿下口罩 好 那我们拍照的这个阶段 先可以拿下口罩 再也请各位的长官 来一同跟我们一起来合影 好 来看向前方摄影师 好 来看向前方摄影师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媒体联访的时间 那请现场的各位媒体朋友们可以向前